去年六月開始 超速四十公里 就算是很嚴重的超速 會來當勞 賣掉靠白腳半島 當時的警察局就只出 說這半島來 掛街車牌 中路的車是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要來推出AI 遵循系統 要來加強處理 把車牌帶來看 靠近是幾座的 當中拉起來 去年六月 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 出發掉了 超速約六十公里 降到四十公里 入獄的檔檔出份 還會靠白腳半年 新鎖實施之後 通行市警察局 發現掛街車牌 按下 遵循的處理 但先全國用AI 遵循系統來掛街 百分之七十六點九 沾對規造車牌 正確的問題 通行用特速義來分析 讓警察可以 拉順路拉查車牌 是全國唯一一個 用依動設 找街車牌的單位 經過統計 今年中半年 插口的規造車牌 涼管七十六點九% 偽造部分 本來就會開罰 最高到一萬零八百 那現在如果 你現在偽造假車牌的話 還會有刑事責任 沾對民眾買街車牌 撞去樓林 警方跟律師拿刑 車牌跟行車的接著 都是有公文書 選一個特長文書 如果黑白整座 變成車牌拿去買 是這是掛在車上撞去樓林 上當可以破一年 另外可以破一萬零八百的火環 接下來 總合報道